我也感謝郭董 宣董 还有许多在政坛 在产业界的前辈 对于鸿安一路以来的许多提息 以及栽培 一上台就感谢郭董和柯文哲 高鸿安夺下新竹序长宝座 你们用选票托付给我这四年的时间 我能够把新竹打造成一个幸福 而且真正让大家感到光荣的城市 我们要创造大新竹共好的愿景 我们也要尽量的心力来还给市民朋友 还想欢呼气氛热闹 高鸿安替民众党攻下一席百里猴 重塑新竹市蓝绿板块 新竹市长选举今年投票率只有六成一 比起先前2014 2018年都还要低 高鸿安拿下九万八千一百二十一票 以得票率百分之四十五点零二的票数 拿下胜利 国民党候选人林根仁 以三万九千三百九十一票挂车尾 沈慧宏则是输给了高鸿安 两万多票隐恨 选民情绪激动难以接受 沈慧宏也出面安慰拥抱支持者 让大家喊话不要气馁 新竹才会持续进步 好好照顾自己好不好 谢谢你们如果心疼我 就不要再让我心疼 余代哽宴宣布败选 但沈慧宏依旧大方祝福高鸿安 希望新竹市继续买进 这次的选举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伤痕 但是要记得 我们都是疯的孩子 大云世主 大家爱消灭灭 金鲁市长换人刀 结束民进党在这里执政八年的记录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 高鸿安团队大喊安安市长 在蓝绿夹杀下 高鸿安杀出重围 夺下新竹市长宝座 也替民众让夺下第一个百里猴 但是高鸿安恐怕没办法高兴太久 高鸿安诈领助理被案 因为对证相对清楚 因此不论选举结果为何 都会由台北地检署 持续就贪毒的部分进行侦办 那纵然有当选 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 如果一审贪污判刑有个罪 那就会停止这个市长的职权 大街认为罪涨高鸿安棘手的 不仅是他诈领助理费争议 尤其是以加班费等名目 汇入办公室小金库公款 却出现高鸿安的私人物品采购 一旦法院认定公款私用 就涉及贪污制罪条例 依照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八条 只要涉贪一审有罪 县市首长议员就会被停职 依照过往立委以及议员涉案 一审判决快则一年 慢则两年有结果 而第七十九条 经三级三审定院 确定高鸿安涉贪有罪 就会被解职 另外高鸿安办公室 还有性贪争议 网红四叉猫揭露高鸿安办公室 处理性贪争 开会录音档 一旦劳工局等相关单位 介入审理确立 有违反性贪事实 雇主高鸿安可能因为知情 未积极处理 面临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并且公布雇主性贪 高鸿安官司缠身 走过选战这一关 还有司法这一仗要头痛 375格子刚成员好台北超道